所以聽到這些醫護人員 是個心聲 很心酸耶 年晃 對 沒錯 我記得陳建仁副總統 在防疫一開始的時候 曾經在他臉書講過一句話 他說防疫其實就是八個字 叫做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 當很多人看到這些第一線的 不管是醫護人員也好 陳時東部長也好 或是行政團隊也好 大家覺得很辛苦的時候 很多人在想說 那我們可以幫什麼忙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幫忙 你就是把自己身體顧好 我們如果健康醫護人員就不會有壓力 他就不會增加他工作負擔 那我先稍微補充一下 前面那個從歐洲回來 3月4號回來的1萬6千人 其實這裡面可能有一些小小誤會 那1萬6千人現在是 在3月14 因為我們是3月14才宣布 在那個之前回來的 他是處於自主健康管理 就是說你可以出門 但是你進出公共場所要戴口罩 那這不是這1萬6千人全部要篩檢 不是 他是移民署從電腦裡面撈出1萬6千筆資料 就是3月4號到14號這段時間 從歐洲回國 然後健保署在跟移民署的資料 做健保的勾擊 發現有500多人 在這段期間之內 有因為上呼吸道相關的疾病 去看診 這500多人才要篩檢 所以不是1萬6都要篩檢 怕死人 你會把這些檢疫人員嚇到昨天晚上要失眠 不是 是這500多人有就診紀錄的要篩檢 那其他就繼續做自主健康管理 那也希望 他們都落實了 那我是覺得政府可以再宣布一件事 就是最近這段期間 夜店是不是叫他不要營業了 因為夜店是一個很可怕的場所 因為那邊都是人擠人的 那這個是我補充說明的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剛剛講到這個居家檢疫 其實有醫師在這邊 你即使從歐洲回來 也不代表你身上一定有病毒 所以其實可以讓他住家裡 沒有問題 不是一定要往旅館裡面塞 因為我跟你講 每個人都往旅館裡面塞 說實在 當然現在數量是不夠了 你再準備1000間房間也不夠了 今天就回來8000多人 你要怎麼傳啊 不是說家是最溫暖的避風港嗎 怎麼這時候家人就疫情大於親情了嗎 就人把往外面丟嗎 不是 我們的這個防疫的宣導短片 曾經很早以前就有拍過 也許最近可以再拿出來播 就是家裡有人檢疫 或是居家隔離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的 只是說有些地方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沒有這麼恐怖 不要把自己的家人當作溫神一樣 你不要回來 你去住外面 當然 如果你家裡有老人家 或是說有慢性病的患者 基於安全起見 當然可以再小心一點 如果家裡的人身體都很健康的話 其實沒有必要說一定要往旅館裡面塞 那我來講到這個出國這件事情 有一個潛規則可能不知道 這也是我在旅行業的朋友跟我講 才知道 旅行業他們有一個術語叫做牛頭 就是那個沙茶醬那個品牌牛頭 什麼叫牛頭呢 就是今天我當牛頭 然後我揪了柚奇 我們揪了一團 真製作單一團 15個人航空公司就會送一張機票 這大家都知道 我揪了15個人呢 我的機票就免費了 那另外呢 那領隊不要錢 住飯店不要錢 還不止 每個人頭依照團費的多少 你還可以拿到一點點佣金 平均大概是二到三千元 我不是說這些里長都是牛頭 但是為什麼很多里長很熱衷在辦出國 你以為真的跟聯絡感情啊 聯絡感情之前 如果我當里長我也幹啊對不對 好 那這個問題就現在就出現了 就我們當兵的男生都聽過一句話 叫做不打情不打懶 專打不長眼 這些里長就叫不長眼 你還跟我講說政府沒有規定不能出國 那你媽有沒有跟你講大便不能吃 那你怎麼不去吃呢 就這個時候是可以判斷 包括這些公務員非常可惡 我是建議黃偉哲跟鄭文燦兩位市長 這公務員今年考基就打一等了 不用考慮了啦 不用想太多 就直接打一等就好了啦 跟你說不要去了 你只有打一等他才會怕嘛 因為會影響他的考基獎金嘛 就是說你這個時候 先不要管政府有沒有宣佈旅遊警示 因為第一個里長是民選公子 第二個公務員你是你應該是當 因為你是公務員嘛 你照理說你的防疫的意識跟觀念 應該要站在一般人民的前面一步嘛 你這時候出國當然要被罵 被罵活該 剛好而已 那那一團 那個瓦瑤里的那團去西班牙回來 現在還在檢疫喔 那到底有沒有確診我不知道 當然我希望他們大家身體都很健康 可是你想想看 只要有一個確診 那背後代表可能是 我們的疫情調查可能要做幾十個 甚至上百個 對 那你要把這些疫調人員都罵活嗎 他們從過年到現在已經都沒休息了 你要把自己罵活嗎 這個就是你防疫就是要這樣子 所以 因為最近這些出國事情引起了公憤 所以我們台灣的這個網友呢 就非常可愛 做了很多淺顯易懂的圖 譬如說這個 全世界都全球搶著來台灣保命 你卻趕著非出國投胎 哈哈哈 然後呢 再來 今天出國 明天出山 出山什麼意思大家都知道 你就知道網友多生氣 對 然後呢 現在要出國的話只剩一國 叫做天國 因為如果就這一波的疫情來看 台灣應該是現在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 對 因為你看 我們今天108個病例裡面 絕大多數78個都是境外移入 也代表說我們在台灣 我們自己本土的社區傳播 其實佔非常少數 而且幾乎都發生在前段 就是在後段幾乎都沒有 這麼安全的地方 你不住 你要搶著去危險的地方 對啊 誰救得了你當然救不了你啊 所以很多留學生想要回來 我也可以理解 不過我覺得 陳部長講的是有道理 因為搭長途飛機 跟在機場後機跟轉機 其實風險非常高 你如果在你留學的國家有地方住 當然如果學校宿舍關閉 你沒有地方住 我總不能叫你去睡公園 你當然就只好回來 如果你有地方住 或是有親戚家可以住 還是建議你留在原來的地方 不要造成我們國內的 第一個你會增加自己染病的風險 第二個就是說 你會造成國內整個防疫資源的 這個很大的負擔 你說像這些醫護人員 我要特別講 底下那張照片那個 那個故事其實 你看了真的會心酸 因為我們一般人 他這個是在負壓隔離病房 對這個 對那因為絕大多數的人 沒有住過負壓隔離病房 當然大家最好都不要住到 負壓隔離病房 在裡面照顧患者的護理人員 他是不能隨便出來的 我們一般醫院的病房是這樣子 護理人員吃藥了 吃藥量體溫了量血壓 然後他就出去了 對負壓隔離病房是不可以的 他在裡面植一個班 假設是四個小時 他就要裡面住四個小時 因為他要盡量 避免那個門的開開關關 雖然他叫負壓 但是因為你門的開開關關的時候 還是病菌還是有可能會 跑到外面嘛 所以他們在裡面 譬如說今天我要量定期 我要量病人的血壓 他的呼吸情況 或者病人什麼狀況的時候 他必須在跟在病房外面 會有其他的護理人員 他必須在外面 跟跟對方講 用對講機制跟對方講說 現在情況怎麼樣 那這一位 而且呢因為他穿著這個隔離衣 因為穿隔離衣呢 洗手間上洗手間非常不方便 所以他們很多人是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盡量不要喝 因為你喝水就會想排泄 那為了避免麻煩 第二個就是穿紫尿褲 你穿紫尿褲 你有沒有試過穿紫尿褲 穿四個小時 穿八個小時 甚至穿十個小時 哇悶熱耶 那一定很難過 而且那個隔離衣 雖然病房裡面都有空調 但是那個穿著還是全身冒汗 因為他是密不透風的 對 那這一位為什麼說這個拍到這張照片的人說 他只看他坐下來五秒鐘 因為這一位是重症患者 所以他的狀況很多 他隨時 因為他身上接了很多的監測儀器 那儀器只要監測到數字 不對他就會叫 那剛好是這位護理人員呢 他正想坐下來說 我休息一下 就突然機器叫了 還有馬上站起來 又跑去看說到底發生什麼狀況 為什麼台灣現在 剛剛講說台灣現在確診的治癒率很高 我們到目前為止 只有一例死亡病例 為什麼 是因為第一個 我們醫療資源沒有崩潰 所以我們每一位確診的人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 第二個 就是有很多像這一位護理人員一樣 包含很多的第一線的醫師 他幾乎是不眠不休的在照顧你 甚至有出院的患者 他都自己講說 護理人員每天還需寒問 有時候還會講笑話給我聽 因為你在裡面 住在一段 平均現在治療時間 大概在30天左右 在裡面住院30天 任何人大概都受不了 因為負壓病房就是 你家人又不能隨便來看你 那護理人員還會講笑話給他聽 還扮演起這個心理諮商師的角色 就是因為這樣的照顧 所以我們的出院痊癒的比率非常的高 那你們這個時候 如果人在國外要回來 沒辦法 我們不能阻止他 可是你這個時候 如果還白目到 還要出國去玩 對 說一句比較不舒服 我覺得我們必要的時候 如果你這才不聽警告出國的話 所有的醫療費用自費 國家不要幫你出 因為這個武漢肺炎 並不是由健保支出 是由特別預算支出 也就是說特別預算支出的時候 政府他是可以有行政命令說 什麼樣情況之下 我不幫你付錢 你知道住負壓病房 一天要多少錢嗎 至少一萬以上 我叫你自己出錢啊 你如果這麼有錢 叫你自己出啊 我覺得這個時候真的 記得陳建仁副總統那句話 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 別人照顧你 你多做一點也照顧別人 讓大家一起度過這個難關 我們多做一點 一個事情